好 昨天假期該怎麼樣收心啊 現在學生呢 而這包括用玩遊戲的方式啊 可以讓學生呢 和上班族啊 來這個專心一點收心 帶你一起來看 過去過年情節最夯的 就是大風還有地產大亨 但是今年春節前最夯的是桌遊 我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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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象再擺一隻 拿出籌碼 講解規則 一張紙攤開就讓所有人興奮不已 墻地盤 買動物 這就是現在最夯的桌上遊戲 如果六櫃子都填滿 就是拿十分 這個比地產大亨和大富翁還好玩 怎麼說 因為它比較需要用到智力 最近很夯的桌上遊戲 就是從德國開始研發的智慧遊戲 也是老外過節最夯的送節商品 現在台灣從年底開始 也掀起了桌遊蜂巢 一個遊戲考驗智慧 像是動物園 卡卡城 還有搭鐵軌 還有老師專門用來訓練學生收心 這個遊戲 一玩都要兩三個鐘頭 他必須要專注 不只是自己想自己的策略 還要看別人的下法來做一些對策 學生要專心 上班族要收心 還有追招 按按肩頸穴道再拿出刮砂板書頭 一百次就可以讓自己神清氣爽 還可以用花草茶紓壓 售價前天泡澡 也助於一上班就可以活力百倍 梳頭它是一個按摩 除太陽盲光精 當然可以促進我們記憶 腦的一個循環 現在連玩遊戲 梳頭髮都可以幫助收心 就是要大家在新的一年元氣百倍 九九尼盛大陸配與台北 採訪不到 明天 看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